欢迎收看英国这边事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星期英国新闻重点 工党政府委派资深医生达尔齐分着 就国民保健署NHS进行独立调查 报告昨天公布 应用NHS处于危急状态 首相司己言就回应说 医疗服务必须改革否则就只有死亡 他说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新的医疗服务10年计划 提出了三个关键的改革范围 包括将NHS数码化 将更多医护服务从医院转移到社区 又会专注于预防疾病工作 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也承诺 将更多NHS预算用于普通科医生 社会护理和社区服务 而不是在医院 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减轻NHS整体服务压力 达尔齐分着报告指 即使他在NHS服务超过30年 但调查结果也令他震惊 令他担忧的不单只是医疗服务 还有全国的健康状况 报告显示 NHS的服务水平首次出现倒退 根据估计 急症室长时间轮后情况可怕 导致每年额外增加大约14,000人死亡 报告又警告 全国健康状况正在恶化 尤其是长期心理健康问题激增 增加了NHS的负担 更多人需要持续医疗照护 进一步加剧本来已经紧张的医疗服务 而NHS也都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 报告提到 在新冠疫情期间 上规服务完全停顿 看普通科门诊和牙医越来越困难 男症死亡率比其他先进国家为高 报告也指出 心脏病轮后时间首次出现不减反增 现时紧急手术轮后时间比之前增加了四分一 排症也比以前内 不同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也极为参差 心脏病发后紧急手术 在Suri只需要等90分钟以下 而在50里外的地方 例如Milton Kiss 就大约要等4个小时 英国心脏基金会表示 有关疾病的死亡数字是14年来的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 ONS最新数据 英国经济在7月 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增长 专家原本预计6月临近选举 大家采取观望态度 所以经济并无增长是正常的 他们预期新政府上场之后 会有大约0.2%的反弹 不过事与愿违 英国的经济增长不能持续 首季的0.7% 和第二季的0.6% 不过都有利好消息 英国仍然是七大工业国之中 今年头6个月表现最好 而服务业例如电脑程式业 也有轻微的增长 加上医护罢工潮完结 刚刚盖过广告 建筑和工程业的缩减 而制造业上月总额下跌 主要原因是来自车辆和机械两项 市场预期央行下星期已息 利率将会维持不变 而11月就会减息至4.75% 监狱逼爆 工党政府提早释放 在英格兰和威尔斯超过1700名囚犯 他们全部服刑超过四成 但计划就不包括刑期4年或以上 犯严重暴力罪行 性犯罪和犯家庭暴力的罪犯 由星期二开始 亲友在监狱外开酒播音乐庆祝 迎接这些囚犯重获自由 被问到服刑期间有没有更新 有人说在监狱内完全没有任何更新的服务 也有人说政府只是安排了三个月的肉外住宿 对之后何去何从感到彷徨 司法大臣马曼庭说 若社区不够中途宿舍 政府可能会租平价酒店房 作为息筹的临时住宿 有情教组织就认为 提前释放囚犯 是放计时炸弹入社区 会威胁公众安全 根据司法部的数字 直至上星期五 英格兰和威尔斯獄中囚犯的数目 高达8万8千人 但只剩下不够1100个位 恒生遁宫 Kensington Palace 发表短片 除非凯特宣布已经完成化疗 现时集中精神 保持健康 令癌症不再复发 他说康复的路仍然漫长 每天一日地走下去 期望未来几个月 在能力的范围下增加公开活动 短片共场大约 约三分钟 大部分都是他和丈夫 威廉王子 和他三个小朋友共聚天伦的片段 凯特说他和威廉 都很感激各方的支持 这段时间带给他很大的力量 也鼓励其他在抗癌路上的人 一起攜手同行 走出黑暗 重见光明 祝大家在继续自己的患病路上的人 我留下来 一旁一旁 一旁一旁 一旁一旁的爱丁堡国际艺水节是国际盛事 有观众去看表演 还有来自香港的乐队 海岛小林 伦敦大奥蒙德加儿童医院 Grate Omen Street Hospital 紧急调查721个病例 怀疑出现大型医疗失误情况 他们全部接受过骨科顾问外科医生 Yusha Jabbar的手术 在已检视的39个病例中 有22名小童 受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当中13个人情况列为严重 很可能影响一生 包括长短脚 长期疼痛 甚至不必要地被截肢 受影响的病人 最细只有4个月 有家长说 发现儿子的接驳脚肢架松脱移位 向杰巴反映 但他说没有问题 而向医院投诉 也石沉大海 有关调查预计需要18个月 杰巴在多次被病人家属和同事投诉后 先休假再辞职 现时在亚联游杜拜执业 在至少两间医院挂单 丑闻爆出后 在亚联游举行的国际骨科研讨会 宣布取消着巴原定的演讲 以及分享 根据苏格兰国家档案局数字 2023年因淤酒死亡的人数 共有1277人 是2008年以来的新高 死亡人数当中 男性大约占三分之二 而45至64岁 和65至74岁这两组 死亡率是最高 以地区计 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 死亡数字 虽然由前年的202宗 减至上年的184宗 但仍然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 苏格兰因淤酒死亡的数字 自2012年起持续上升 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 苏格兰在2018年 成为全首个实行 定立最低酒价的地方 避免廉价酒精饮品 卖得比汽水便宜 但数据仍然显示 措施虽然令淤酒死亡问题 比英格兰略好 但仍然无了声势 巴黎残澳进行了12日 在星期一闭幕 英国一共获得49金 44银 31铜 一共124面奖牌 仅次中国排行第二 英国代表队 在19个大项中有18个得奖 215名出赛的选手 超过一半进入三甲 当中以游泳项目表现最好 拿到18金、8银、6铜 而19岁的Poppie Maskell 首到登场就涌奪三金 成为英国在金架的最大赢家 而唯一未能够拿牌的大项 是轮椅篮球 英国队在贵军战落败 和奖牌只差一线 因为恶劣天气影响 伦敦希斯鲁 Hivro 城市 City 和Gatwick Gatwick机场 过去周末开始 有数以百计航班都要延误或取消 情况以希斯鲁最为严重 当中英航在星期五至星期日 有240班机取消 受影响的旅客大约有4万人 而Gatwick的情况 就因为指挥塔人手短缺 而雪上加霜 但在星期日下午3点至5夜 已经有100班航班取消或延误 受影响旅客超过16,000名 有称全球最致命雀鳥的南方学陀 Soughton Cassowary 在科茲瓦的雀鳥公园出生 他妈妈来自德国 爸爸来自荷兰 有别于一般的动物世界 长达2个月的枯化期 和之后16个月照顾幼儿的工作 全部都是由爸爸担当 这种不懂飞的大雀 他们跑得很快 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1英里 原生地是新基来亚 以及澳洲北部 是疫苗、疫苗的近亲 天生中意攻击 生长可以达到85公斤重 190公分高 加上他锐利的爪长达10公分 在美国曾经发生过有主人 被他襲击导致死亡事件 下星期就是中秋节了 有一帮有心的香港人 用他们的手艺 弄了个post box topper 向附近的街坊介绍什么是中秋节 是否很有趣呢 我几乎是不像月饼 然后这个是羊肚 羊肚 大家要共鸣就行了 金鱼、燈籠 这个是地形 我吃了一碗 如果住在英国的观众 有什么地方想和观众分享 可以拍下影片 发送来这个电邮 不是穿过你吗 穿过你 穿过你 我爱你 I've never heard of this I'm very interested Yes This is our Facebook and Instagram Oh yes, I know about the languages Yes 今集英国者边士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like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又可以分享我们的影片 还可以月订或连订六斗Patreon 帮助我们的营运 好 好 Chelsea 好 ital